所以有可能就是你講的 板都運好了 搞不好 券都運好了 所以 券在懸上不得不發 而且是先射券再畫判 你就是已經決定了嘛 就是要發券嘛 所以想盡百般的理由 現在你唯一能退讓的就是人民不要拿一千塊出來 而且這當中大家除了懷疑這個印刷的成本之外 去年每個人繳一千塊 兩百多億拿去哪裡了 兩百多億花去哪裡了 現在難道還要繼續來騙這個兩百多億嗎 你把全民都當判那是不是 大家已經非常苦 經過這三四個月 生意也不能做 只能待在家裡 電費 我們要求老拜天你才動漲 油價繼續漲 什麼都漲 物價也漲 痛苦指數飆高 所以請蘇院長 行刑好 這個是你唯一還能夠發揮你的道德的時候 給大家獻金 給大家獻金 否則的話 民意絕對會反骨 官員今天沒有辦法進入行政院 那下個月的新會期到來 會不會不讓蘇增長眼鏡 剛才總召已經講了 剛才總召已經講了 這部分我百分之百尊重黨團的決定 因為黨團自主 那現階段最重要的就是行政院苦民所苦 直接發現金 紓困又振興 你既然要紓困也要振興 那為什麼不直接發現金呢 這也是你們在2009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你們的訴求啊 你們認為消費券沒有用 對不對 又要成本 又要去印刷 又要發送 所以你們當初也主張發現金啊 那現在為什麼 這個 當了執政黨之後 就雙標了 當了執政黨之後 就忘了你們當初的訴求跟理想 賴清德當初也這樣講啊 副總統 你可以出來講啊 連蔡英文當初都這麼講嘛 那現在都忘了嗎 只剩下派系的利益嗎 不要以為人民不知道你們在裡面協商什麼 人民沒有那麼笨 人民不會笨到連這個消費券 要花二三十億的成本去印 這個人民都很清楚 所以大家才會主張發現金嘛 我不知道蘇院長你在想什麼 真的是頭殼壞掉啊